农民一早进田趁着天气晴朗把成熟火龙果赶快剪下来 还有玉米笋也是一样 农民忙进忙出 抢在台风抗瑞来袭之前采收一波 绿色果实当然没办法采收 我们就透过套袋的管理 红色的果实就是一定要在这两天把它采收下来 彰化青龙绷紧神经 互好互满采收其火龙果和玉米笋 另外云林则是木瓜采收剂 瓜农也担心台风搅局心血毁于一旦 天离采收中 全部农民动起来就怕果园向之前台风来袭 损失产重 尤其北葱 之前最便宜一斤四五十元 凯米台风涨到一百二至一百四十元 目前最新价格甚至来到一百九十元 走进中部地区菜市场空心菜 三把五十变两把五十 大陆美一斤二十五元变四十元 菜品陆续大约涨了两到三成 四个一百块填四啊 今天变成三个一百 后头再不买也没有了 因为台风的影响 上一台的菜啊 都有涨到 民众有感台风还没来菜就变贵 这次台风康瑞来势汹汹不停变胖中 三十号早上八点升为墙台 中部西半部地区 农民采收备战 做好放台准备 TVBS新闻陈志忠张崇明 许丽凡凌轩云林彩 云林彰化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